哈嘍哈嘍 主角又在 蕭公子好像跟你開了整個月的台 第一次兩人做 還有他 他一定是 他不用問 我那個節目都有台主 他現在給了 今天題目是你開的 不要說我開 有前輩當然是跟著問 就是這個香港的傳播 就是史華 天空小說傳奇 這個畫是絕對正常的 事源 兩三個事源 第一個事源最重要 就是我今晚 錄音 為什麼要錄音呢 因為我要去參加一個宴會 就是我們的前輩 還比我前輩 94歲的李我 他今天是 花竹重逢 自然 什麼叫花竹重逢呢 很多年輕人都不認識 沒有這個情趣 他不知道這四個字 因為中國人 一甲子就是六十年 你那年結婚 經過一個一甲子 即是六十周年結婚紀念 鬼佬叫鑽石婚 唐人叫花竹重逢 都是情趣 很文雅 花竹就是一個甲子重逢 他跟蕭雙女士 花竹重逢 六十周年結婚紀念 他的徒弟和親友 就跟他擺個宴 這次也不會太鋪張 四圍 一點都不鋪張 自己有的 他已經94歲了 現在我要問呂王 呂王 呂王 一會兒繼續借聖士風給我 一會兒 女王上鏡 上鏡 要可和 您知道 bothered 他說 要講天空小說 厲害 自己選顏色 選最美的 我會了 第二個原因 因為我 在雙夜亂台出生 我最初不是在無線寫稿 都是寫天空小說 都是寫波音小說 天空小說和波音小說有天不同 波音小說就是 戲劇化波音 寫了之後 一個畫劇 有稿 然後分配這麼多角色 然後有導演 導演很認真 沒有排戲 但是拿著那些演員 即是波音員就會讀 現在仍然 唯一一個在雙夜亂台有的 就是十八個師座 但是他那個已經轉變了一個形式 不是以前必定有故事 以前一定是波音故事 也有很多 那時候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 波音小說 就是 戲劇化波音 港台、商台都有 那裏面最主要是播 改編 中國的四大明珠 我第一次聽 四大明珠都在那裏聽 家春秋那些 不是 那些固然有 即是 西遊記 古典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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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創作的 有些是創作的 有些創作得很好 很多名的作家 都是出身的 作得很好 《冷月寒梅》 聽過了 這種就是波音小說 另一種就是 單人講述 就是天空小說 美其名叫天空小說 這個就是我們祖師爺 你我差不多是祖師爺 他來到香港是46年 是啊 1946 他之前已經在廣州 《風行電台》 沒錯 聽到那時候 整個廣州都靜了 很厲害 大家就佈在收音機旁邊 沒錯 他一個人都講述 一人婚演多個角色 沒錯 一人婚演多個角色 以前麗的呼聲 亦有這樣的奇人 這個奇人的公子 和他太太今晚都會來 集結 嘩 他的公子是我老友 厲害的今晚 這個公子 就是鄧紀陳的公子 鄧紀陳 如果大家錄一輩子的看戲 就和新馬仔做兩傻遊地獄 兩傻遊天堂 其實他是一個編劇 祖師爺來的 厲害 民筆好好 筆好好 筆好好 筆之筆 寫故事都不錯 兼且唱也可以 你我也可以 你我彈唱也可以 你我當初沒有記錯 你當初是自己組了一個 新春秋劇團 然後被廣州風行電台的老闆 賞識 欣賞 邀請到電台 我記得有件感事 稍後我再講一講 你我呢 他有很多個徒弟 剛才要問 你我的徒弟怎樣 你我的徒弟真的 個個都不在這裏 他還在這裏 他九十幾歲 九十四歲 他的徒弟大家都認識 這個波音皇帝 鍾偉明 是他的徒弟之一 當年在麗蒂夫聲 還有一位叫蔣聲 蔣聲聲也是他的徒弟 現在 花竹重逢 他的太太 蕭雙女士 也是他的徒弟 愛徒 他以前也有個太太 不過戰亂的時候 西亞宗應該就不在這裏 那個年代是很亂的 應該有小孩子 都應該不在這裏 大時代背景 大時代背景 記得香港電台開咪最早 戰前 一到二百已經有電台開咪了 是這個就是香港電台 後來才有雙電台 相當廣告後來的事 何祟芝先生 得到他的白爺 你知道他的白爺是誰 何東 就是何東爵士 難怪的 何東爵士 現在大家都知道 當年是比較隱蔽的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出生後 他媽媽是何東爵士時的護士 很多人說他是印度 不是 我見過 他媽媽這位是歸亞蘭人 南美洲的人 雖然是黑黑的 所以何祟芝都是黑的 所以 拿了一個牌 問他有什麼可以做 可以給他一個牌 電台的牌 他以前沒有一個成熟的業務模式 沒有 政府可以給他一個牌 去廣播 沒錯 他經營了雙電台 至今 現在是他的公子 他也92歲 不在這裏 當年我也是 是我老闆 多謝雙台 都聊過很多 雙台也很傳奇 是傳奇 這個呢 我又不是工作得太久 所以 只是約一二一 但是人脈全部都熟 全部都熟 那年代的人 那年代 現在認識一兩個人 譬如金剛叔 那時候我寫波音的時候 時為1970年 70 那時候你還沒退休 你只有75才退休 誰啊 李我叔 還沒 還沒回來香港81 然後上電視 我找他回來做電視 他其實也不是叫收米 為甚麼呢 他幫何卓芝 去台灣做台灣的地方的經理 哦 原來是這樣 還沒在香港開威 沒錯 那七五年 我那時候 由70到75年 都在商台 最早的商台 我們回去的時候 不是在現在廣播道 即是不在吳台山那裡 在那裡 在柔一村 達支路 達支路 再向落下 山腳 那時候 不是 那時候是 那個問頭 就是最後那個問頭 嗯 再去就沒有地方 其實再去現在就是成大 成大那裡 還有現在那個叫做 又一城 又一城 即是火車站那裡 火車站 還有那個Faston Walk Faston Walk那裡 那時候是沒有的 沒有 那為甚麼他那時候的印象那麼深呢 因為事為1968年 剛剛就是這個暴動之後 是的 滿地波羅之際 哦 在這個 進去電台之前 就有一座大閘 有個警缸在那裡 沒錯 你說得很對 有警缸在那裡 有一個 有一個便裝 是站在那裡 檢查 嗯 嗯 他又不會搜身 他站在那裡 保護著商店台 嗯 當然商店台自己有安全 嗯 放人進去 哪些熟 哪些不熟 那麼 在那個年代 聽聞呢 在暴動年間 嗯 我幾個監製呢 因為林彬死了 被人被助濟 放火燒車 嗯 老闆又接到子彈信 嗯 恐嚇信 恐嚇信 一顆顆子彈 所以有些員工 就 不回家住了 即是不敢了 又不敢好像現在這樣 要去立法公住的 哈哈哈哈 就在商台住 商台租了樓上給他 在內部有樓梯上去住 嗯 那時候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很心軟 很心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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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回這個 所謂天空小說 是他創始的 嗯 就是一個人說了 嗯 分演多個角色 先描述一下天空小說 那個情況 嗯 我想你有沒有聽過 這個年紀你好像沒有聽過 直接聽就沒有 網上如果沒有記錯 有人創下了 有有有 不是全播 很可惜 折錄 起碼被人感覺一下 實在天空小說 那個播放 那個情況 但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就不是播放 播音源自一個分音 多個角色 這麼簡單 而是當時報道出來 就是好像 次官剛才說 是那個 市民的 聽眾的反應 說一個熱烈程度 真的什麼都停下來聽 很有趣的 沒錯 很厲害 很厲害 當時的情況 就是一個 給這裡稍為 我想都不會帶得去哪裏的 一個密室 密室來的 嗯 這個單人講述的 播音 這個講述者 進來之後 一個人對著人 沒有無線咪的 要對著 大咪 那麼 廠裏 先關燈 我們現在 要拍燈 那時候 因為它是播音 所以它可以關燈 關燈之後 到處 一個 很黑暗的環境 這個講述者 可能會閉上眼 由他開始說 一直到中間 有一段 譬如說賣廣告 又再回來 這個純粹 是它靠它心裡頭 那個 心裡頭的時鐘 告訴它 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 它那個故事 一直這樣說 但有沒有稿 沒有稿 沒有稿 都說它閉上眼 只有編劇 也沒有 就是它自己 自己編劇 可以說 成鐘頭 中間當然有廣告時間 廣告時間 那時候很讚 還要有人聽 聽到入神 這個創作 都不少 而且那時候 李我叔最有名的 幾個天空小說 是連續的 每天有 每天有連續 一個劇情 直落 這樣才厲害 我學習 問過他 究竟你怎樣編 這種天空小說 其實 後來電視台 都是同一條 這個 是賣了 一兩個字 這個字 叫追漢 哦 OK 它是追聽 追聽 這個技巧 就像將回小說 沒錯 留一個關子 下一集就再來 所有電台電視台的連續劇 如果是日日接的 都是要追漢性 追漢 追漢性全靠關子 聽眾的好奇 這個不只是現在才有 在明末清楚的中國小說裏 張回小說 說書人的技巧 說書人的技巧 全部就是追漢 在最緊張 最懸念的時候 最有懸念的時候 什麼都使得血脈沸騰 很緊張的時候 究竟 後視如何 下回分解 明天你不看就不行 明天你不聽就不行 還有龍樹頭 你明天不回來 說咕嚕 你不回來聽 說咕嚕 你那天不回來聽 說咕嚕 心掛掛 心掛掛 心掛不到 你不去做咕嚕 像一個懸崖一樣 去到那裡 就刮着你 刮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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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讓你掛著你 心掛咕 要繼續聽聽 沒錯 他计算得很厲害,不只是一個引子那麼簡單 整個劇有主線樂去發展,有很多角色 這就是功力 他告訴我,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圓的引子 勾著你之後,你明天不聽就不行 他其實就是量度那個線 量度那個,去到那裏就把引子鋪排放出來 究竟引子後來如何將他原本地交代給觀眾呢? 還未想 還未想,好東西就在這裏 每次都在創作中 還未想 每天都在創作中 他在下午完結了,黃金時候是下午 完結之後,他就會出去喝下咸茶 甚至乎乘坐飛機下去 那時候他在香港,中港更多 在香港啟德機場 乘坐飛機來廣州,白雲機場 乘坐飛機來香港,喝一杯奶茶 喝一杯英國式咸茶 高羅斯達,高羅斯達酒店 高羅斯達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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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環的 高羅斯達酒店 大酒店 喝過鷹眼茶 吃一件餅 有時候還會留在灣仔 淡測測 不跳早舞茶舞 即是茶舞事端 很好吃享受 有夜班機,就回廣州 睡覺 第二早 還未想 即是培養情緒 沒有放鬆 真厲害 他說最重要是吃完晚飯之後 可能他們很早吃晚飯 攝高枕頭 即是晚上 夜晚佛上床 夜難人情,沒有人縮擾 攝高枕頭 再想回這個鷹眼 怎樣解釋呢 他現在想好 明天 睡得著 他立即睡得著 明天一回去 就是 把鷹眼拿出來 上文 講到那裏 阿蕭公子 去到呂王家 已經進去 吹門 事關兩頭說 次官笑我還笑我 蕭公子這個證明出處 就是你所說 蕭月白 其中一個最著名的天空小說 就是蕭月白轉 因此劇中的主人翁 被人稱為蕭公子 就是這樣 扮凡以後誰姓蕭 被人稱蕭公子 就是這樣 這個 跟女王沒有關係 這個 又有當年的一個 當年的一個 所謂 那時候的潮語 嗯 那時候的潮語 有傳媒就有潮語 是有潮語 有潮語 有些人叫燒壞瓦 什麼叫燒壞瓦呢 流水 是 燒壞瓦 就是瓦扁的瓦 瓦扁一定是 燒得很漂亮 就是擋魚擋魚 瓦扁是泥造的 燒得很漂亮 瓷面 一塊碟一碟 一塊碟一碟 燒壞瓦 燒焦了 瓦就不能用 一百碟一碟 硬鋪上去都死 一百碟一碟 尤其是諷刺的公子哥爾 沒錯 燒壞瓦 不懂慈家那些 漏水 遮不了頭 老爸搭發身家 老爸搭發身家 都沒有用 那時候還製作的鞋青 叫人家燒公子 就不是叫燒壞瓦 而叫燒壞瓦 很文碼的名字 其實就是鞋陰 叫燒壞瓦 沒錯 但是是燒月霸的正經人家 是燒壞瓦 這是很漂亮的名字 很厲害 說得好 為何說這麼有文采 這麼厲害 但全部自己 躲在黑房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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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最後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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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深灰二冷,駕駛車幻無目的,在公路上飛遲 突然間,前面光環一閃,就撞到山邊 究竟,這個主角有沒有死到呢? 撞進去,好像天崩地裂一樣,究竟後面怎麼搞呢?有什麼事發生呢? 那年代,沒有安全帶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已經過了十集八集 你三集就不能夠,主角死了,就後面沒有話說 沒有話說 還有,因為你這樣,那條主線就斷了 為什麼呢?因為最重要,他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寫連續劇的秘訣 一切都是由人物性格發展故事 這個人物是這樣的性格,於是有這樣的故事 但是如果人物斷了 斷了 斷了想 那你呢?後面的故事完全 不知怎麼辦? 你這樣轉移到別人,又轉移不到 就不要聽了 別人追就追這個人 就算你這個人是殘廢,那後面的矯陷就不用我了 又說殘廢人,又不是在準備說那些事情 死了,那怎麼辦呢? 整晚就攝高枕頭 拼命度 煲盡煙 都想不到 怎麼樣 林天光 咕咕咕咕 雞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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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想一整晚 想不到 雞蹄 雞蹄 突然靈的足 有了 於是 睡覺 下午就上班 補完面了 他說這條橋只能一輩子用一次 那次用了,這輩子也不會再用 即是不能再翻炒了 這條橋是一輩子舊急的,你說這是什麼? 一輩子舊急,有什麼奇蹟出現 要不就說先前發生的事都是一個夢境 沒錯! 唯有是這樣,我聽過類似 就是發夢而已 就是是惡夢來的 是惡夢來的 如果不是夢境,發夢就根本繞不回來 繞不回來,說是你有出好東西 但那時候是絕世好竅 如果你經常什麼都神仙打救,神仙發夢 那觀眾不喜歡 那觀眾不喜歡,偶恩一次,成世界用一次 這樣呢?那條是絕招 這就是當年諸葛亮空城計 空是一次可以 那次一次空,司馬爾被你騙了 他自己就算去想 今次我被你騙了 我知道你在城頭彈琴 是虛張聲勢的 是空城的 我都放你一馬,我廢門都會危險 到時候我進去全軍封門,我就死了 我當你是騙我 我都被你騙一次 你沒有兩次的了 他這個呢 起碼作了一個發夢挑 騙你一次 厲害 這個呢 救回整個劇 是救回整個劇 所以呢 這個就是他的天空小說 你我叔的創作能力這麼強 其實大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歷都很有關係 不是每個人都有所謂啟發 可以想到這麼多厝勢 這個呢 又要說回故事了 這個故事呢 就是 當年 九十年代 我就在某報館做工作 有一個專欄我跟某報館的周刊寫的 叫做 天智良憑 嗯 用你的名字來起題 有 選了大約 二十幾三十個良憑 嗯 我去訪問他和寫 都有五六批的 五六的頁 嗯 當時都挺收得的 最主要呢 五六版專欄集節目 這個訪問呢 或者這個聚術呢 有一個特點 嗯 當年呢 九十年代呢 就是喜歡一些 叫做 揭人陰詩 嗯 總之呢 就不會說好 爆料 聲爆料 撕毀 哈哈 但是天智良憑呢 因為他是良憑 所以呢 絕不爆料 嗯 你肯說 你又說 你不肯說 我們避重就輕 怎麼都不說你 不想說的東西 我又不會問你那些東西的 嗯 你自己說呢 沒所謂 有人自己說的 譬如肥肥 嗯 肥肥說他和趙秋的關係呢 那些問題 說到他哭得肥肥肥肥肥 嗯 我沒有問的啊 他自己說 你自己說 不是我把你告他 他也有機會宣洩一下 還沒有說 沒錯 是朋友嘛 朋友而已 那我就去啊 李娥叔 李娥的家 那時候他住在 黃國 還未搬到高博媒婚館, 還未搬到旺角舊屋 在她的家裡坐在她的大廳, 喝一杯茶聊天 跟她都這麼久了, 很容易聊天 我準備了幾條題目, 讓她發揮 都不敢多了, 你知道她幾條題目都說過 很多話說 我問第一題目, 為什麼阿叔你的名字叫做 聖你的我呢? 問了這條題目, 結了 很多話說 由開始說到天黑, 由日休休休休休 的確是大時代 我們錄音帶都不夠 不夠錄音帶, 回去負責抄的那個記者都抄不及 還變成小說 十幾版, 起碼是小說 現在在說第一題目 名字為何是單一個我字 為什麼叫我呢? 這樣就變成這樣了 但是很多聽官讀者都希望繼續看下去 因為那個專欄就不是你我專欄 是蝙蝠有客 是很多朋友的 天賜良朋友的專欄 所以不能夠續下去 但是呢, 那幾年之後呢 我呢就跟某出版社說 我說呢 你可以跟著我們那個模式 叫做香港舊照片的模式 找找你我講他的故事 真是自傳 還有呢, 他真的是國寶級的 世界上很少這樣的人 天才 不如呢, 就情商他 我介紹這個出版社的老闆 跟他認識出來喝茶 大家談好了就做了 但是他老人家呢 那時候都成七六八十 寫作是當時他們寫的 但是我就找了另一個 同事 就不錄 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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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錄 終於呢 好像出了五本 叫做你我講故 是的 這個很出名 要留意鄉掌故 這套說 不是特得蠻宣傳 次官很厲害 而那套書是反映那個時候背景 那時候厲害的嘛 裡面呢 大部分都是幾一道的故事 口述歷史 而且呢 有很多照片非常珍貴 珍貴啦 第一手 在家裡 貴中底找出來 哇哇哇哇 是啊 廣播黃金年代 是啊 是一個很值得 喜歡香港歷史 廣播史 很值得細讀 既講人 又講時 又有大時代 還有很多材料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不可不知的 這件事呢 不是個個可以的 你我講故之後呢 他就有些人跟他錄音的 那時候錄音很困難 不是很自監 用chips也可以的 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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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專業 很專業的 來錄音 雖然他是live 即是現場播的 現場自講 但是呢 旁邊擺錄音機錄了 可能是賣浮 因為星馬太那些地方 華人都很喜歡聽他 我怎樣也不知道 還有很多粉絲 但是呢 但是呢 那時候呢 也有人呢 聽 這個錄音帶 然後呢 將他 改 抄寫回 成 白話文 嗯 然後就這樣抄寫完之後呢 略為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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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可以當一個小說 真是天空小說 事實上那個時代背景 真的很戲劇性 還有很多本來 名字 怎麽來都應該是戲劇性 還有出了很多 系列的 整個系列 小說 是很賣得的 是很賣得的小說 事實上那個時代背景 是很吸引人 是很吸引 你只想想 戰前 戰後那段時間 剛剛卡拉 沒錯 剛剛那個大動亂的時代 社會剛剛恢復穩穩 四幾年之後 然後又是一個動亂的時代 單是那一刻 基本上是一個 好像亂死家人那樣的劇 在香港人熟悉的 省港澳出生的時候 那個空間 對 裏頭的人物 就像現在我們所說的 你要寫一個好的 傳媒體的故事 要人吸引 一定要有共鳴 對 共鳴很重要 握著這兩個字 叫共鳴 醉漢 這四個字 的確 那個時代 大部分的人 經過了流離動盪的時候 共鳴這一刻 由你我講出來 絕對是緊扣人心的 厲害 對 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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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年代的 典型人物性格 譬如說那些敗家仔 家道中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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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逢亂世 無論你是社會倫理故事 或者是愛情故事 都是很吸引的 他主要都是社會倫理故事 這些都是使得聽的人 未必一定會是 他是副家的主弟 但是都很想知道 富人的家裡怎樣生活 或者他不是窮到 那麼慘的地底泥 但是他也想知道 那些工人階級 地底泥的生活 他們的愛情 看社會 和他們的抱負等等 在那時候 都是一個好的題材 所以 你我 在那個年代 都觸摸數了 那個年代 因為也是大動亂的年代 所以階級的流動 變化都很大 所以他經常說 例如 富家子弟如何家道中落 遭逢亂世 或是有些很有才華的人 在亂世裏面 不得發非懷財不育 黃禎 我手圖 綜合了這些 這些 他綜合的 其實是一條 這條條說出來 是不值錢的 但他已經工作了幾十年 夠過世了 吃得 夠吃過世了 他說 寫什麼呢 寫一個人 如何發達之後 就折墮 第二條 就是如何折墮後 發分大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先發達 後折墮 折墮之後 國五又發分大 這個 大起大落 在這些大時代 特別容易 特別容易 安排下去 什麼背景 不要緊 到時候 有些人物性格 在那裡衍生出來 緊扣著這條主線之後 把他放進去 千王裡面 千戶裡面 又可以 又可以 放進去 標局又可以 標局又可以 放進去 京商又可以 宮廷又可以 每個都可以 看怎麼擺 就是僅靠到人的感受 有共鳴 我又不明白 這麼好招 為什麼會失傳 現在好像不太流行 不流行 不懂 我不敢說 不流行 但現在沒有亂世 沒有感覺 現在我們說 香港現在就是亂世 另外一種亂世 很不同 那個年代真的亂世到什麼 你我的我字 就直接說 世界上沒有其他人 就是我 只有我 只有他自己一個 他的家庭 由他媽媽說戲 都真的很戲劇性 大家看回 我不在這裏 又賣關子了 但你先看 你自己看 很吸引 超級吸引 所以你本身的背景已經很傳奇 所以他作為一個 我好像說是代言人 差不多是代言人 時代代言人 所以他變成為何 風魔石省港澳 有原因 他的說法就是 他自己說 就是有錢過 港督 當然 你想想他在廣州白雲機場 乘飛機來香港 高羅斯打酒店 喝英式涵茶 你已經想不到 那是什麼年代 你乘飛機 那時候 他乘飛機 那時候 只不過是 喝杯茶 喝杯茶 靈感 聊一下 放鬆一下 好了 我也請教過他 他如何訓練徒弟 這個說出來 又是秘訣 我想是第一次說 厲害 原文記唱 我想他沒有跟別人說過 那次是我哄他出來說的 他說最初的時候 他的徒弟 例如蕭襄 蕭襄女士 都是很出名的 單人講述的 藝術家 現在七十多歲 都是藝術家 怎樣訓練呢 他說開頭的時候 就先理想的故事 即是那個徒弟 先理想的故事 你可不可以用五十字 寫出你的故事 大綱 就是這個故事 五十字寫完 五十字寫完 我後來用這條條 教我的學生 原來拿著一個五十字寫的大綱 就算那部片 將來拍是九十分鐘 或者六十分鐘 是很困難的 寫死人的 寫死人的 你就是用一條條條 起承轉結 一條條條 吸引的條條條 用這麼簡括 很精煉的雲四 而且你要掌握到 他這個結構 很清楚 你只可以拿著五十字 來講出你這個故事的大概 交平台 不能不停 換句話乖 你的概括力 綜合能力要很重要 цвет追求 Quiz 綜合能力要非常大 我舉個例子,大家有看過這套Terminal,在機場裡面,就是英雄被困機場 三個說話都說了,一個東歐來的旅客,她的祖國已經政變之後不讓她回去 她有一個任務,要出去紐約機場,但因為她沒有準備好護照,她從此困了機場 究竟她怎樣可以出去,或者不能出去,又不能出去祖國,又不能出去,究竟她最後怎樣結局 剛剛五十字,就是這樣清清楚楚,有戲劇性,起承轉結 背景清楚,人物清楚,性格清楚,什麼都清楚,故事吸引你 處境都已經在那裡了,不是不行的,是可以的,不理喘,你不行的 即是沒有這個功力,即是發不出來,想不到這樣的辦法 好了,她那個教導呢,除了觀眾賺光,第一次說 那個五十字之外呢,寫到了,她看完都可以 她又說,現在呢,麻煩你,將這五十字化為一個半小時劇本 將來說出來的,你行不行呢? 即是口述忽略的故事 是的,她只拿著五十字而已,即是剛才拿著那個故事大綱 現在給你一個小時或半小時劇本 你就拿著那個故事大綱,你怎樣加細節 是的,細節啦,齊齊整整,還要起承轉 還要不要那個引接拐在最後呢? 那個關子拐在最後呢? 那個重點 要你講回這五十字的大綱出來 一個小時或半小時,看你講不講到 你講到了,即是說呢,你能夠加到細節了 那現在問你,現在呢,要講五十字,八十字 又是這條綱,你怎樣講得到它呢? 那就是要加很多知節,旁知 到時就一閘接一閘,怎樣接分都要想完 是,你要想的,你想那個叫大綱 所以呢,你說他完全不想故事,不是 他想了故事,想了一個大綱 啊,沒錯啦 然後呢,他想到,為什麼你要定出來是五十,或者是一百呢? 甚至乎呢,他去到一個情況,厲害到呢 就是,如果觀眾喜歡的話 喜歡出來,不讓他停 不讓他停,他可以再extend 再生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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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田 再生田,再生田,再生田 再生田,再生田,再生田 它是順理成章 都是那些主角 不過他加了很多龐志,加了很多配角,加了很多其他事 另外有一條絕招 各位觀眾,繼續打劫次官 就是他的伏線 即是說,方便以後,如果你要再引申 你主角的組合要有變化 可能有些人一百年紀不適合做主角 中間是不是加插了部分的伏筆在那裡 那些人啊,事啊,隨時可以拿回來接第二決去發展 當然,等於這些武俠小說的作家 你不要看他的小說,以為是很容易寫 當然,他還沒寫之前,他有了一個人物設計 又大橋,主線,全部都剩下 但是呢,每日,現在在報章連載 寫什麼內容呢,他是未知的 即是當年金蓉也是這樣 梁耀星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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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他 我看他呢,他真是都是天才 因為他夜晚喝酒必醉 紅酒必醉 明天早上可能兩三點才起到新 然後呢,起到新鎮都還沒開始寫 然後又搞了一大堆 即是會回魂 會回魂,吃點東西 就開始寫,只是寫了兩三小時 一到八九點,他又出過 又喝過 每天創作寫了兩三小時 是的,那兩小時呢 他睡飽吃粥呢 就在房間自己埋頭再寫 而且聰明就是同時寫三四套 同時寫三四套 因為太多譜了 一日有幾個小時 一日有三四個小時 三四套是很厲害的 寫個伏字 有連載 這就是等於那些人寫個竹杖棋 我親眼見過了 他擺開旗壇 就把棋掛上去 不是在地上捉的 不是放在桌上捉的 他當然就放棋盤在他前面 然後呢 這個A軍就跟他對翼 B軍在旁邊又跟他對翼 同時呢 他說最多可以去到九個 九個棋局同時落棋 同時落棋 同時掛了上牌 有人跟他掛 你說 他是跟他掛的 他一個人呢 就用眼睛閉著 或者綁著眼睛 就靠他的記憶和想像 現在我對著這個A軍 我就裹一盆棋 那盆棋一直捉 他的腦子就把那盆棋裡 現在走到這個情局 這個情況 記住在那裏 好 跟著呢 就走去跟B軍 又下 記住那局 記住那局 記住九個 通常都四五個 你不能錯 為什麼呢 你看不到 周圍的人看著 看著你掛上去的 看著你掛上去的 鬼迷那麼大隻棋 那些 打到最後 後來呢 是跟他倒在燒鵝 倒在燒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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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在哪裏看呢 這個我在 當年 有一個叫啟德遊樂場 每晚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吸引力 真是奇人 九個企 對九個 當然九個是最多 不是每晚九個 那 那 蕭公子說 那氣不順 不順你閉上眼捉贏我 就是閉上眼跟你捉 就閉上眼捉贏你 不只是跟你 和劉公子 來者不拒 劉公子又捉一盤 胡公子又捉一盤 三四盤一定同時捉的 這樣呢 這樣就等於 古龍 古龍一樣 寫小說 同時寫幾部 同時寫幾部 梁宇生和金蓉 金蓉 至少一次過寫 專心 他不是 他真的 多財多藝 多財多藝 你我也是 他都是在說故事 那麼多故事 那麼多人物 他沒有寫下那個 說到哪裏 還有這個人 算了錄音 他不聽的了 譬如這個人原來 病了 什麼病 有哪個老友去探望他 全部都記得 過幾天 那條伏線是繞出來的 厲害厲害厲害 所以說伏線這次要學 要不然是繞不回來 是繞出來的 不會記錯的 這些 我認為 就是 天佬小說寫到那裏 講到那裏 就已經是 出神話絕境 最果然是 他教人 教得懂 那下厲害 不是個人風格 真的有辦法 起碼 現在這三個徒弟 都是香港著名的 一個是鍾偉明 一個是蔣昇 一個是他太太 蕭雙 蕭雙 有沒有其他都教呢 可能都有 但那些可能不太出名 又看他誤性 又看他表現 又看祭遇 很多東西 你給我 我都自問弊鄉 我都不夠膽 不是啊 慈姑 你做編劇都用絕字了 我們可以 單人寫個劇本 上文下理 全部都記得了 米奇 但是呢 好像他這樣 完全靠記憶 完全靠 improvisation 創作 那個臨時的 即場 即場的創作 這個是 真是自問不如 博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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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場 好像很容易 即場 像玩爵士jam歌一樣 概念差不多 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 不只 隨機應變 還要 記得 他開的人物 起碼都開成 百多集 開成四、五、十人 起碼 我又很佩服那個 熊柳夢 熊柳夢 四百多人 他寫小說 不如說寫小說 你不用即時出街 還可以回頭看 你回頭看 李我叔那些 拿著咪咪 說完就是 不能回頭 你不記得 可能有人記得 觀眾每天都聽著追 可能你記得多 有個不幸 就用筆紮住 雜住記得 明明這個角色死了 但聽眾真的不會聽不到 在台灣我認識很多個武俠小說作家 他寫了幾十集 他鋪排的人物都相當多 而且一定是古靈精怪 故知肯定是錯綜複雜 而且人物的設計是古靈精怪 武俠小說 一定要古靈精怪 武俠小說 吸引不了人 西山一骨鬼 每個都不同 有些是崩備 要很鮮明的 不能煉目模糊 有些是崩備 有些是輕功 有些是綠隻手指 細節都要記住 不是到時候 你講講講這個人 突然綠隻手指變成十隻 吳甲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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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不奇怪 你要記住 上一次出 是不是死了 打一打 原來他又出來了 無端端又不行 無端端又不行 又分稱又不行 所以幾麻煩 要求真是高 寫劇本都不是容易 但是那個年代 真的很嚮往 為什麼這麼多人才 都是對著咪 對 沒錯 上次你也說過 這個人才難搞 環境不同了 沒錯 因為人才培養 沒有機會發揮 沒有機會發揮 有機會發揮很厲害 其實有一件事 我們現在做編劇 都覺得 那些新學的都覺得很困難 但是那時候 他們必要有這樣的能力 這個能力 英文有名詞 有名堂 叫做visualization 即是形象化 你能夠在你腦海裡 visualize 即是體會到 在腦海裡體驗到 當時你寫這個場景 是什麼的場景 有設定的 有人物 即是自己做了導演 有鏡頭 有畫面 有剪接 我自己的經驗 我是去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聽到 角色的聲音 即是說這個角色是周韻發做的 嗯 我想到這個對白那場演戲 周韻發在我腦海裡 即是可以構想到他作為主角 他會怎樣說 他講話的聲音 和他的語氣 和是他的聲音 但這個就是很高次的想像力的水平 即是想像一個人物 在這個情境下 會用他自己的聲音 怎樣說你才會對白 是的 這個就是合成器 合成器 合成器 是人物 但你的經驗頭 真是未講過這些話 是的 是創作出來的 創作出來的 他就是創作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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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你創作的對白 是的 你創作對白給一個虛構的環境 對白給一個真正的角色 用他的演繹 是 現在的創作出來的 現在的人的編劇力差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能力的差距 就是想像力的差距 是想像力的差距 以前只有一張紙 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 沒有電視 為何你真的憑自己的想像 才可以把文字變成影像 變成聲音 變成畫面 沒錯 你播音劇更加要準 你全部靠那一筆聲 來控制劇情 第二個階段 就是你可以幻想到 當時你設計了這五個人 在一個情景裏 例如在一間房間裏 他們怎樣說話 怎樣走位 在裡面正在動 互動的關係 那你呢 寫個場戲 你才不會脫掉 為什麼呢 什麼脫掉呢 就是我寫著 我跟蕭公子聊天 原來旁邊還有他在 我掛著寫你兩個 你就不記得周圍那三個人 三人到真 不知道掛去哪 真的拍的時候 他三人都在 什麼掛去哪 沒有什麼做 他會問導演 那我三天去做什麼 我還反應 譬如有呂王在旁邊 那呂王會問 我沒有聲出就不要緊 但我還在那裡 都還在舞台上 都在那裡出現 觀眾看著你 那你要想起全場景 發生什麼事 整個局面 什麼 什麼變化 想像能力要求相當之高 是啊 所以呢 我講單人故事的時候 我相信 他能夠這麼多聲音 跟他講到這麼生鬼 這麼生猛 每個性格 也可以從他的 只是靠對白 沒有了表情看 而觀眾能夠 這麼深入 他的角色的性格 裡面 這些純 全部就是因為他 怎樣描寫到這個場景 描寫得真確 描寫得真切 人物性格 透過他的語言鮮明 透過他的語言 只是他的語言 什麼都沒有 最多在旁邊 他有些小小道具 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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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已經成名 在香港也很成名 後來我們也請了他回來做電視 叫胡張超先生 胡張超呢 他也是單人講述 但是胡張超呢 講的是武俠小說 比如金融武俠小說 《孫怨一仇老》 或者《神雕俠女》 《四雕雄傳》 他看一本書來講 看一本書來講 看一本書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竅妙 你試試找一本書看著 你對著我的咪 你不可以就這樣讀的 不是讀的 是講的 讀不到的 講的故事出來 講的故事出來 講出來 已經很困難 文字和口述 兩回詩 你想想你我更困難 他是作出來的 文字也沒有 他關燈光 閉著眼睛 是靠 整個電影構圖可以出來了 心裡頭 知道你什麼時候 十五分鐘 出廣告 最多那個 主動員 就斬燈給他 閉著眼睛 看不到 斬鬼嗎 他心裡有數 知道一段時間 又不會多又不會少 好笑 這些真是 現在想清楚來說 是一種絕技來的 問題就是 先前幾集你都講過 關於編劇人員的創作力的培訓 諸如此類 絕技這一下 如果他純粹靠自己的天才 教不了人 他又教了幾個出名的 不只是天才那麼簡單 他真的有用心去練習 升華 技巧 藝術 藝術 藝術大師 那些點化人 也有技巧 現在 講講講講 已經失傳了 很可惜 現在科技這麼先進 有沒有辦法 可以鼓勵一下創作 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很想有辦法去承傳我們 自從他不講 我都沒聽過 沒辦法 提醒觀眾 精彩地方是什麼 省港澳 都是我們廣府人 你說本地 講廣東話 廣府人 我們的創作力 比較強 問題是 你失傳了 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 李我叔在香港 四九年都繼續發揚光大 四九年之後 到了七幾年 他叫做 就不再開麥克風 跟著電視劇 但當中那幾十年 電台的黃金歲月 不會累積不到的東西 被人參透 所以 變成這次難得 刺官在這裏 現身說法 提醒大家 其實香港本地的創作人 甚有條件 看看機會如何 說回一些 其他網台電台都不會說 噢 這些是錢本身說到 好啊 今晚再見 多謝大家 下次再看